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信仰的核心是敬畏 正如一条大河两边的河堤 一边是敬 一边是畏 只要堤坝足够高 不管河流怎么波涛汹涌 都不会泛滥成灾 然而三十年来 现实的欲望之河肆虐泛滥 时常冲堤而过 重建信仰 这才是中国最大的命题 这个社会的底线 正在不断地被突破 奶粉中可以有三聚氰胺 蔬菜中可以有伤人的农药 仅仅因为自己不舒服 便可以夺走与自己无关人的性命 为了钱 可以随时欺骗 只要于己有利 别人便只是一个 可供踩踏的梯子 理想是一个 被嘲笑的词汇 这样的情形 不是个别的现象 而是随处可见 没有办法 缺乏信仰的人 在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里 便无所畏惧 便不会约束自己 就会忘记千百年来 先人的骨训 就会为了利益 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地狱 有人说 我们要守住底线 很早就没了底线 或者说底线被随意地一次又一次冲破 又何谈守住底线 可守的底线在哪里 一天下午 我和身后的车辆正常地行驶在车道上 突然间 一辆豪华的车逆行而来 鸣笛要我们让路 可是正常行驶的我们无路可躲 于是感觉被淡漫的那个车主 在车过我们身边时 摇下车窗痛骂一番 那一瞬间 我惊呆了 为这辆逆行而来的车 和那个充满愤怒的人 车主是一位年轻女子 面容较好 像是有钱也受过良好教育 然而 这一瞬间 愤怒让她的面容有些扭曲 被指责的同时 我竟然没有一丝的愤怒 倒是有一种巨大的悲凉 从心中生起 因为我和她 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而且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她 我们都无处闪躲 如果是简单的坏 或者说极端的好 也就罢了 可是 这是一个人性最复杂的时代 医生一边拿着红包 一边接连做多台手术 最后 累倒在手术台上 教师一边体罚着学生 坚持应试教育 另一边呢 又多年顾不上家 顾不上自己的孩子 一心扑在工作上 官员们 也许有的 一边在腐败 贪污着 另一边 却连周末都没有 正事也干得不错 难怪有的时候 百姓说 我不怕你贪 就怕你不干事 其实 说到我们自己 怕也是如此吧 一半海水 一半火焰 一边是坠落 一边在生疼 谁不在挣扎 对 错 又如何评价 好 坏 怎么评估 暗 在哪里 有人说 十三亿中国人当中 有一亿多人 把各种宗教 当作自己的信仰 比如 有的选择佛教 天主教 基督教 或者伊斯兰教 还有一亿多人 说他们信仰共产主义 再然后 就没了 也就是说 近十一亿中国人 没有任何信仰 这 需要我们担心吗 其实千百年来 中国人也并没有 直接把宗教 当作自己的信仰 在这方面 我们相当多人 是怀着一种 临时抱佛脚的态度 有时求 点了香 带着钱去许愿 成了去还愿 仅此而已 但中国人 一直有不缺乏信仰 不管有文化 没文化 我们的信仰 一直藏在杂柔后的 中国文化里 藏在爷爷奶奶 讲给我们的故事里 藏在唐诗和诵词之中 也藏在 人们日常的行为礼仪之中 于是 中国人曾经敬畏自然 追求天人合一 尊重教育 懂得适可而止 所以 在中国 谈到信仰 与宗教有关 更与宗教无关 那是中国人 才会明白的一种执着 但可能 我们这代人 终于不再明白 从五四运动 到文化大革命 所有这一切 被摧毁得 荡然无存 我们也终于成了一群 再没有信仰的孩子 这个时候 改革拉开了大幕 欲望如期而至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也在没有信仰的心灵空地 放肆地奔腾 于是 那些我们听说和没有听说过的 各种怪异的事情 也就天天在我们身边上演 我们每一个人 是制造者 却也同时 是各种痛苦的承受者 幸福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来到我们身边呢 钱和权 就越来越像一种信仰 说白了 他们与欲望的满足 紧密相连 曾经有一位评委 看着台上选手 用力地表演时 发出了一声感慨 为什么在他们的眼睛里 我再也看不到 真诚和纯真 而只有宝马和别墅 其实这不是 哪一个选手的问题 而是时代的问题 人群中 有多少个眼神不是如此 夜深人静时 我们还敢不敢在镜子中 看一看自己的眼睛 权力依然是一个问题 个人崇拜减少了 可对权力的崇拜 却似乎变本加厉 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 上下级之间 充满了太多 要运用智慧和心智的相处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领导面前 下属变得唯唯诺诺 绝对没有主见 一把手的权力变得更大 顺应领导的话语 也变得更多 为了正确的事情 可以和领导拍桌子的场景 却越来越少 其实是下属们 真的敬畏权力吗 你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 可能并非如此 或许是下属们 早已经变得更加聪明和功利 如果这样的顺从 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 或者起码可以避免坏处 为何不这样做 但问题是 谁给了下属这样的暗示呢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 但现今时代的青春 却拥有肉眼可见的艰难 时代让正青春的人们 必须成功 而成功等同于房子 车子与职场上的游刃有余 可这样的成功 说起来容易 实现起来很难 像新的三座大山 压得青春年华喘不过气来 甚至连爱情都成了难题 青春应当浪漫一些 不那么功利于现实 可现今的年轻人 却不敢 也不能 房价不断上涨 甚至让人产生错觉 总理说了不算 总经理说了才算 后来总经理们太过分 总理急了 这房价才稍稍停下来 急匆匆的脚步 房价已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社会问题 政治问题 至于乙族们 在高涨的房价 和越来越难实现的理想面前 或许都在重听老阁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或许逃离北上广 回到还算安静的老家 才是出路 浪漫固然可爱 然而面对女友 轻蔑一笑之后的转身离去 浪漫在如今的青春中 还能有怎样的说服力 如果一个时代里 青春正万分艰难地被压抑着 这时代怎样才可以朝气蓬勃 如果人群中青春中的人们 率先抛弃了理想 时代的未来又是什么 信仰缺失 为什么而活 就成了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 大家深思过吗 今晚的内容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节目下方的留言区 说出你的观点 今天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